在今年时隔一年零一个月之后 与六月中旬我们又来了山西的南部 看了很多感受了很多 当然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现场很多朋友的热情 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太行山逐渐成型 它不仅成为了我们国家第二和第三阶梯的一个分水岭 同时因为长期的水土的变化 形成了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一个分界线 所以太行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标志 当然了太行山以西于是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山西 然后也因为黄河以东 所以我们又时常称它为河东地区 太行山以西故称山西 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可能看了很多 其实我感觉到最多的一条评论 就是评论区说的原来山西有这些东西 还没有来过这里的朋友 你知道这里有什么 可能在以前的固有的刻板印象里 一些比较浅薄的认知里 你知道这里有粉酒 有用时间酿造的清烈飘香的粉酒 你知道这里有醋 有用岁月催化之后回味无穷的陈醋 你知道这里有炭 有燃烧自己为北方的寒冬送去温暖的乌金 但山西绝不止于此 我们前两天去了运城 在山西陶寺遗址 到瑶都平阳 它从神话变成信事 当然就是整个山西南部不止运城了 这里是农耕文化一个重要的发想地 于中华文明 于华夏民族来说 它不是重要 它是必不可缺 它是华夏最初的政治中心 它因此也成了后来所有的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没有了山西文明会失去什么 我们至少会失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一半左右 我们古建筑的版图现在至少会失去绝大多数 全唐室可能要删掉五千多首 然后呢在以前古代时候国之命脉重要的盐的经济 那可能就当然无存 可能我们国家的金融史往后推后很多年 支持山西 这里有什么 这里还有史记里所记载的 大家记得前天我们去 那个 近南的时候听到说的说 瑶都平阳 然后呢 宇都普版 顺都普版 然后宇都安逸 这就是史记司马迁所记载 史陈三圣呢 在靠近运城岩池的附近 然后呢开创了华夏的基业 大于治水之后 天下分定九州 于是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格局 在这里还有什么 在这里还有宏大的 瑰丽的上古神话传说 比如大家听到很多大于治水的龙门山 比如有福西画画卦的这个人祖山 再比如有姚顺善让的这个姚王台等等 这些山岳啊 他们彼此连接起来 其实就是泄命的一部奋斗史 然后这些画面再连接起来 就成了中华精神和人文的一个 最初样貌形成的过程 在山西还有什么 在这里有国内 可以说是一个极限词 可以说是最完整的 礼制封建制度体系中 大家都听过 社稷 三阴厚土庙 然后当然还有 姬王山庙 这里 在这里还有中国比较完整的 或者是最完整的 祖庙体系 比如它有盐黄赤油 有姚顺雨 有汤等等这些的灵庙 当然在这里还有现在中国存在的最早的国家祠堂 就是太原禁祠 这个是在去年时候大家就已经见过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 比如它现在还有中国保存最大的这个国家太庙 就是大同的华岩寺 这个我们去年来的时候 其实当时之前有多次提到过 然后同时在山西呢 大家还有什么 还能看到在华人世界里头最大的五庙 就是亥州的关帝庙 在这里还有此刻我们身后的 全国最大的县级的礼制建筑群 而且是完整的 就是平遥古城 当然它是县级的 如果说市级 那可能西安的城墙还会更大一些 以及呢 在这里还有遍布全省的很多的孔庙 家寺排放 琉璃瓦 琉璃塔 雕塑和绘画等等 这里显峻的地势 见证了历史上那么多的分分合合的沧海变化 然后风起云涌 然后呢 才子家人的故事 三家分禁 韩 赵魏 然后联合抗禁 瓜分了江域 从此呢 我们就从春秋到了战国 所以在中国封建史上 在中国大秦建立统一帝国之前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后来还有过秦灭赵的这个长寝之战 然后秦永济让联波呢 代替了赵阔 让那个联波 被免 然后赵阔代将 然后呢 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当然在这里大通呢 大家以前还给大家讲过 就是汉 刘邦 刘邦的那个白灯之围 他被匈奴困了七天七夜 然后从此之后开始了六十多年的和亲 然后 我们于是有了黄老学 无畏而至 到了明景之志 经过一段休养生息之后 然后也是在五帝时期 马懿之谋 也是从山西朔州开始了第一次的 对草原民族的反击 当然再往后呢 汉之后就是唐 那圣唐时候 我们都羡慕于长安的繁华 但长安的繁华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从靖阳起兵开始 李渊就直至长安 他的目标肯定不是当一时的枭雄 他是要当着天下的大主 所以后来呢 就有了李唐王朝所有的浪漫的故事 当然再到了后来北宋的时候 这里还有北宋抗金的一个太原之战 山西的战略重要性的 其实是毋庸赘述的 山西如果失守 那我们后来就很快会看到靖康之难 以及北宋王朝的灭亡 所以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刚讲的 这里是文明发起之地 接下来它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都说明了 它在文明上的地势重要性 但不止如此 重要的地方会培养出深厚的人文 所以这里还有文明厚重 带来的一种洗礼 比如说大家在这里非常熟悉的 戒子推 他割骨凤军 把腿上的肉割了 给虫儿去吃 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有了韩石节 我们刚才提到的戒修 他有父亲然后提出远交进宫 然后最终让起一统天下的饭区 就是在那天我们去的那个瑞城 就是隔了黄河那边就是铜冠了 当然在这里大家还听过 赵氏孤儿的这个故事 甚至也看过赵氏孤儿的电影 他调停了晋楚的争霸 促成了一次汇盟 迷兵汇盟 然后呢 这里还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 年轻的勇敢的将领 他留名青史 魏青和他的侄子和他的外甥获区病 两人各带五万骑兵 然后深入末北 大败匈奴之后 从此我们的疆土就张开毕业 然后经营西域 稳固长安 必经营河西 然后要经营河西 就最终能够控制西域 所以中国的版图在那刻 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延伸 然后要感谢这两位天将的神兵 他们来自山西 当然除了这些武将之外 这里还有非常多的文人莫可 比如我们提到了 他既是武将 又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信仰中的其中重要一环 就是刚才提到的 来自运城亥州的五圣官二爷 也有来自山西齐县的师佛王维 刚才给大家背过了 大蘑菇烟植长河落日圆 当然我们以前背过 劝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然后王维他的弟弟叫王靖 后来也是两次为相 然后也帮助朝廷去多次评判战断 然后也有山西朔昭人张辽 大家都知道 他的八百将士能够破东吴 最终的让东吴闻风丧胆 除了他以外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有何金人薛人贵 也有山西太原人敌人杰 然后永济人张巡 就是大家知道 您知道死守隋阳城的张巡 他们都是在历史上非常留下了赫赫大名 然后非常让人难忘的人 再还有比如说玉池靖德 他也是硕州人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提到了 这次在晋南下县的司马光 自古以来史官的地位都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下午 在跟贾岛提到的史官的时候 司马迁是史官 那司马迁之后 东汉对吧 姓班的班固班兆 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史官 再到了宋 那就是司马光了 北宋的司马光 显一部资质通鉴 可以名垂千古 然后文学史 因此不识 那他也是来自山西 所以这片土地 不仅是战略重底 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更是文人会翠 然后武将如过江之清之地 然后我们也知道山西文喜 那个刚才那个文喜煮柄 裴杜 大家以前可能不太了解裴杜 但是你们都听过白句 说写的一句诗叫做 令宫逃离满天下 然后呢 令宫逃离满天下 何用堂钱更重花 那个就说的是裴杜 是他的老师 当然山西呢 还有杨叶 大家知道燕门关之战 然后大破辽军 然后威震契丹 那这个杨家后人呢 我们现在虽然 已经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杨家在历史上 留下的故事 仍然印象深刻 这就是我们刚才 给大家所见的那个金沙滩 杨家的故事 然后再还有明末的重臣 重臣孙传廷 他是代仙人 孙传廷死 明则亡 孙传廷最后死于铜管 其实当时那些叛病的 就是还是我们去年 就是三月底去的 从荆州调过来的 所以这是山西 曾经培养过的 非常优秀的这些文人 或者鹦鹉的将军 然后呢 这个历史上承受了 很多伤痕的城市 最终他还是会抚平 然后再继续在时光的 推动下滚滚向前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石 王威的这句诗呢 非常的甜淡 非常的平静 像师佛 佛是冷眼看 这整个世界的 他不喜也不怒 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如此 所以白代的 斗转星移之后 这个城市又在呼吸之间 完成了一种新的转变 所以后来 他有很多的十九年华 有很多的文人默可 有很多的 学唱的这些骚韵 比如我们今天 还给大家在前面的 诗次朗诵部分 提到的王志焕 提到的柳宗园 千山鸟飞绝 万经人宗灭 人称柳河东 他就是山西河东 那就是太原 那就是运城人 然后再还有 欲穷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的王志焕 还有劝君 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的 王维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 对 然后再还有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 都阴山的王昌林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些重要的诗人 当然诗人呢 只是山西 浓墨仲采 历史上的一部分 我们刚才出道的 这些诗人 还有下午在 乔家大院里 大家知道的 温亭云 对吧 小山重叠 金鸣灭 然后呢 冰云玉渡 香塞雪 后面两句更经典 因为大家看过 甄嬛传 知道那个蓝起化鹅眉 然后弄妆书洗池 这个大家都背过 然后再往后 还有 员好问 还有王博 再还有我们昨天提到的 员曲四大家 其中两个都来自于这里 所以不管是从唐的诗 还是到后面 的诵词 圆曲 这里都诞生过 非常重要的人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还有到明清小说的时候 这里也是重要的 文学的 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 比如我们昨天提到的 斗鹅渊 关汉清写的斗鹅渊 对吧 然后罗冠忠 四大名著 这全部都是 在中华文学史上 留下了赫赫大名的人 也是给中国文学史 翻开新一页的人 他们在一直推动 你说直到现在 哪个男孩 年轻的时候 不看三国 男孩对于忠 对于义 对于个人价值 对于忍辱负重 对于青史留名 好像很多关于大意义 关于自我 关于成长的理解 小的时候都来自于 这个经典的作品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这两天还看了 山西太多的山水 智者要山 忍者要山 智者要水 山西的山水呢 一静一动 然后呢 一呼一息 我们第一天去看的 运城 后来去看的林粉 然后再看的 今天是在静中 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风光 山西的古建筑 是这两天的一个主基调 它的古建筑 从北魏开始 其实一直到最近的民国 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寺 它其实最早 应该是始建于敦焕 那当然呢 后来有重修 这个更主要的 其实是后来明代的 这些移宿了 北魏时期的云港石窟 这个是去年去过的 然后阳头山的石窟 唐代的有三个寺 佛光寺 还有南禅寺 再还有这个天台 这个其实是在晋南了 然后还有北宋的崇明寺 再还有辽代的 这个大同华岩寺 元代的清蒙观 以及明清时期的 大量建筑 很多山西小孩长大的 印象中 村里一个戏台 或者随便的 一个庙 它都可能是明清时期的 所以山西呢 数以万计的这些文物 一直流传到现在 有182项 国家飞物中化遗产 然后1000多项 省纪飞物中化遗产 然后在整个山西的壁画 大概有27000多平 这大概是四个标准 足球场的大小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这个数量当然是在全国 绝对的遥遥领先 它占比了70%以上 然后从唐到武代 到宋到辽 到金 到元 到明 到清都有 然后山西的国宝单位 一共有400多处 其中的古建筑 就是369处 但是这里头的国宝第一事 就是那天给大家所提到的运程 所以文物 地上文物看山西 绝不是一句空话 然后呢 现在山西一共有存 28000多处古代建筑 基本上75%都是 宋辽金 以前的木构建筑 能存到现在非常难得 然后元代的以前 占到80% 所以这个数字 放到任何一个省份 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但是在山西 它就是日常 然后唐代的 刚才提到了三座 这个广仁王庙 南禅寺和佛光寺 也都是在山西 辽金的更多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数字呢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但你到具体每个地方去看 它都是一个 美的无法比拟的 也完全无法再复制的 一个历史的遗留的瑰宝 你不需要听这些数字 其实你更需要是走近它 去看它 华夏的文明 能够贯穿历史留到今天 是先被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肇事 这些肇事里头要讲什么故事 你得现场来听 欢迎大家来山西